五代机有了五代弹 四代坦克有了大口径坦克炮 没想到到了水里 水雷这个老古洞又开始发光发热了 一种叫UCA的巨外空射型智能水雷 出现在了德国的IDEF展会上 据说它有望超过美国的GBU-62B 开创出全新的武器种类 UCA项目究竟要造出一款怎样的水雷呢 水雷虽是老旧的海战武器 但仍具备很多优点 一方面水雷威力巨大 即便是一些老式水雷 也会对现代海军舰船构成致命威胁 如91年海湾战争期间 伊拉克在狭小的波斯湾海域 布设了1300余枚水雷 仅仅老旧型号的水雷 就造成了四艘美国海军舰船 失去了战斗力 伊军的布雷行动 有效组织了西方联军的海上运输 牵制了大量联军的海空兵力 并使美国海军不得不谨慎接近海岸 从而对岸上作战的火力支援效果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 水雷研发难度低 制造成本也不高 因此平时可以大批量的制造储备 到了战时大面积布设 就能对敌人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和阻拦效果 所以直到现在 水雷仍然是各国海军武器库的必备 回到UCA这款新水雷上 据以公开的资料显示 UCA是一款外观像极了 假装滑翔翼的MK48攻击型水雷 它可以透过引导滑翔能力 让F16 F4 矛盾等战机或无人机在敌方防区外就进行投放 并且到目标海域或水道上时 能自动进行部署作业 自动感测附近的潜艇或是水面舰并完成起爆 所以UCA开发者才敢宣称 可能开创了全新武器种类 成为世界首款巨外空射型智能水雷 UCA这么厉害 性能如何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先来看看UCA的部署方式 水雷部射的平台和方式有很多种 且各有有缺点 像水面舰艇搭载水雷 虽然数量多定位准确 但部射速度慢隐蔽性差 在敌方海域部雷时 往往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 而潜艇虽然也可搭载相当数量的水雷 可通过鱼雷发射管发布 隐蔽性那是没得说 基本发现不了 但潜艇的机动性差 一旦被发现 就需要承受敌方反潜兵力打击 往往都是九死一生的局面 相比于使用水面舰船和潜艇部雷 用战机以空中投递方式 不射水雷的手段 不仅具备远程快速的特点 而且非常适合现金 强对抗高节奏的信息化战场环境 当然能搭载水雷的空中平台 虽然机型种类多种多样 但是由于体积限制 搭载水雷的数量相对较少 无法像水面舰艇一样 构建大区域雷场 而且空投水雷的方式 有点类似空投炸弹 为提高布放精度 往往需要战机进行低空投放 这样会加大飞机被发现和攻击的风险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 美军一架A-6E攻击机 在阿波拉杜和口布雷时 就被一军防空导弹击落 机组人员全部阵亡 之后美国吸取了经验 在空投水雷的基础上 搞出了迅击部署 与传统空投水雷方式相比 迅击部署具备自主飞行能力 和精确制造能力 结合UCA的公开资料 航空炸弹加装传感器的水雷 世界首款巨外空射型智能沉地雷 UCA的部署方式应属于迅击部署 而且还是一枚投放距离 比增程驯机水雷还要远的水雷 增程驯机水雷要比空投水雷 拥有更大的威力 更远的射程 更低的成本 以及更高的效率 配合上空中平台的使用 是能够在短时间内 布设大面积雷场 可担负其航道瘫痪 封锁港口等攻势不雷任务 并可用于阻止两栖登陆 有助于对海域的控制作战 UCA与现有的增程驯机水雷相比 性能如何呢 要说现有的增程驯机水雷 就只有美国海军的GBU-62B了 GBU-62B水雷 是美军在原驯机水雷上 加装了JDAMER套件后 得到的新型沉地水雷 可以通过轰炸机在防区外投放 并高精度定点部署 能大大增强载机平台生存力 驯机水雷是谁 这个稍后会提到 据悉GBU-62B如果在1万米高空投放 就可以无动力滑翔75公里以后 在预定位置入水 大大增强了载机平台的生存力 同时GBU-62B可以通过 感知升学 磁场 水压等物理场变化 智能识别军船和民船及其类型 并决定是否实施攻击 据美方公布的资料显示 GBU-62B重量为一吨 可以在水下一百米位置工作 仅需一枚就可以重创 甚至击沉一艘十万吨级舰艇或者轮船 能对航道形成极大的威胁 而且GBU-62B可通过F35A B-52等多种载机 进行了空投部署 是不折不扣的舰艇噩梦 现在我们知道UCA和GBU-62B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对比一下 看看UCA是否真能超越 创造出全新武器种类 火力军最关心的当然还是爆炸威力 UCA是在MK-84基础上改造而来的 而MK-84是MK-80系列炸弹中 最大最重的一种 名义上重量有908公斤 实际重量则是隐心 减速装置和安定翼套件的不同 介于896和947公斤之间 钢制流线型外壳 内装有429公斤高爆炸药 由80%TNT炸药和20%铝燃剂的混合物组成 它爆炸后会形成一个15.2米宽和11米深的弹坑 依据投掷的高度 它最多能穿透380毫米厚度的金属板 或3.3米厚度的混凝土 并产生飞散366米范围内的致命性破片 另外MK-84由于安装了稳定和减速装置 所以具有较佳的稳定弹道能力 同时它也可以作为许多精准导向弹药的炸药 除了这次的UC水雷外 它还可以作为GBO10铺路2型雷射导音炸弹 GBO24铺路3型雷射导音炸弹 GBO15导音炸弹 以及GBO31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美军的GBO62B 它的迅击水雷指的是 在MK-80系列炸弹基础上 发展的新型沉地水雷 即MK-64 它与JDAMER套件集成后 就称为GBO62B 也是目前GBO62已知的唯一制导变体 当然MK-62-63-64-65系列水雷 也能用于潜水海区布雷 该系列水雷的外形结构相似 功能相同 仅重量不同 即MK-62重227公斤 MK-63重454公斤 以及MK-64-65各重907公斤 前三种型号分别是MK-82-83-84 炸弹的改进型号 与之相比 只是变得可编程和模块化 并允许对其进行更新 以跟上新出现的危险目标 如目前正在开发新的目标检测设备 和目标处理算法 来控制水雷中炸药的启动 后一种MK-65型号 是采用模块化设计的新型机载 前载沉地水雷 采用新研制的PBX水下炸药 G-MOD-01型分别采用MK-5758的目标探测装置 现用TDD为MK-57双功能传感器 和MK-58多功能传感器 前者为磁感应引信 地震传感器 后者多了一个水压传感器 其中的地震传感器实际上是沿海底传播 而不是直接通过海水传播的水声传感器 同样 该系列水雷也可用于潜水海域 头部深度不超过100米 TDD的作用距离约100米 由此可见 UCA的MK-84和GBO-62B的MK-64 装填的弹药量基本一致 仅威力上来说 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在制导方式上 虽然没有找到UCA详细的制导资料 但考虑到它的载体是MK-84 加上从宣传图上看到其弹翼 长得和GBO-62B差不多 所以火力军推测 UCA的制导方式 大概率和GBO-62B一样 都采用了杰达姆增程版制导套件 一个标准的杰达姆炸弹的制导套件 是被设计为能和MK-80系列 各型常规航空炸弹的外形相匹配 以便将它们转换为精确制导武器 这符合UCA水雷的MK-84弹体 杰达姆套件自1998年开始生产 其制导套件是一副制导尾翼 其内置有GPS辅助的惯性导航制导系统 它通过围绕弹体的钢固条 固定到航弹的弹体上 使航弹具备一定朝向指定目标的滑向能力 依据投掷高度的不同 一枚普通的杰达姆炸弹 可以打击24公里外的目标 而杰达姆增程版制导套件 是具有模块化的附加G1套件 含有G1、W1、导航设备的计算机单元等 该套件利用小直径炸弹滑翔技术 机翼在飞行中展开 能减武器的射程从之前的24公里 增加到超过72公里 射程超原来的三倍 在火力军演中 杰达姆增程版与其说是一种 能够击中72公里以外目标的 远程GPS制导炸弹 不如说它是一套基于GPS技术的制导设备 另外 杰达姆增程版模块化设计的机翼套件 可以通过改进的技术和其模块化增强功能轻松升级 如激光传感器和抗干扰对策等 现在我们知道了UCA 是由MK84和杰达姆增程制导套件组成 那它的制导方式 除了GPS辅助的惯性制导导航系统外 应该还有一套激光制导系统 毕竟普通杰达姆制导炸弹的前端黑色球状物 就是激光导印头 这才使这类炸弹具备打击移动目标的能力 而在火力军军火库中 符合以上这些要求的 就只有美国一开始为各种炸弹设计 和生产的宝石录激光制导套件 MK82、MK84 以及其他几种类型的极数弹药都在用 激光制导提高了炸弹近百倍的精度 其增加的射程 也经常允许空中载机 留在防空系统之外投射 而宝石录激光制导系统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它是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大的 精确制导炸弹系列 已发展出一二三三代 其编号GBU表示制导炸弹 宝石录一附加套件 包括一个万象节导印头 一个计算器控制组和一组异形 这组异形由固定的十字形为异 和四个可移动的压异组成 这形一共有三种型号 即GBU10B GBU10AB GBU12AB 它们的异形均有两种不同的版本 分别是短异和长异 长异版本因有机翼延伸 所以投掷速度较慢 但能在更远的地方与敌人对峙 甚至不需要时 也可以在任务前移除扩展 十分方便 宝石录二有七种型号 射程增大 制导和控制均有改进 宝石录三有四种型号 精度更高 射程更远 低空远距离打击能力强 该系列炸弹最大的特征 是其导引头有环状装置 美军使用宝石录系列 激光制导炸弹几乎参加过 自越战以来所有的作战行动 历次实战证明了 宝石录系列激光制导炸弹 是一种废效比很高的武器 在沙漠风暴空袭发起时 美军投下的第一枚炸弹 就是F117A携带的GPU-27 准确摧毁了巴格达市中心的电话电报大楼 F111F战斗轰炸机 曾在一次行动中出动46架 每架携带4枚GPU-12 创下了摧毁132辆坦克集装驾车的记录 在整个海湾战争中 美军共投制9300余颗激光制导炸弹 即6000多吨 命中率达85%以上 为瘫痪一军防空体积 杀伤消耗其有生力量 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见激光制导非常适合精确战略的实施 现在UCA和GPU-62B 在火力打击和制导方式上几乎毫无差距 UCA既然宣称 是世界首款巨外空射型智能水雷 那应该是在投放距离上有所突破 但目前资料尚未公开 并不清楚会采取哪种措施 但火力军想 应该和美海军的远程空中部署水雷计划差不多 2020年2月 美国波音公司研制出了动力增程型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可以在大约370公里外投放 而美海军的远程空中部署水雷计划 据悉就是从POWER的捷达姆获得灵感 将沿用捷达姆的机翼 并加装小型窝喷发动机 由此再次提高增程讯机的部署性能 今后会如何 我们静待揭秘就好 如果非要在UCA和GPU62B之间二选一 那火力军会选择美国的GPU62B 因为GPU62B出现得更早 美国空军2019年便完成了使用 B-52H空头布设GPU62B型水雷的试验 技术相对更加成熟 即便投放距离上可能不如UCA 但其空中携载平台也会将差距弥补回来 目前UCA和GPU62B双方 虽然都可由多种型号空中平台搭载 但论起空中力量明显是美国更胜一筹 F35A的武器舱 可承载两枚最大尺寸的杰达姆炸弹 即便是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 也能实施迅机增程型水雷的精确部署 而B-521047公里的最大时速 15000米的实用升线 16232公里的最大航程 都非土耳其现役空军战机能比 虽然土耳其官方透露 土耳其现役的空中平台中 只要是能投放MK84的就都能携带 包括F16、F4战斗机 败卡游骑兵以及毛损无人机等 但能拿得出手的 还是美国卖给他们的F16 也是几款重型无人机还有点意思 只要价格相对低廉 无人机加巨外空射型水雷 还是有看透的 即使被击落也不会心疼 毕竟驾驶员生命最重要 目前UCA项目 据土耳其官方透露 将在近期完成开发 并预计今年开始测试 听说其机身还涂有雷达吸收涂层 有隐身效果 不知道是真是假 好了 关于这个要开创全新武器种类的 UCA巨外空射型智能水雷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刚才想要过或者好 我认识更好 我认识更好 不知 对 我认识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